NBA2016年继绝赛场 在强气大战结束后,布兰特走向球员通道,留下了落寞的背影。 不久之后,雷霆35号离开俄城,加盟了曾经击败他们的勇士,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。 16年的雷霆让人遗憾,球队在取得3比1领先情况下,最后统治好局,被逆转淘汰出局。 不过,雷霆的未来只得期待,杜兰特威少王眨太无解,没有理由不相信,俄克拉玛不会在新赛季卷土重来。 所以,不妨设想一下,杜兰特若不加盲勇士,雷霆是否能够完成复仇? 2015-16赛季,雷霆常规赛取得了55胜27副的战绩,魅列西部第三。 在静后赛中,雷霆首轮4比1淘汰小牛,次轮4-2斩上马次,最终和勇士会实习权。 勇士该赛季取得了创立时的73胜9负,高居全联盟第一。 而在静后赛中,勇士首轮4比1搞定火箭,次轮用4比1干掉开拓者,再次成功晋级到西部决赛。 从两队晋级之路可以看出,雷霆所欲的对手更为强大,能将老牌季后赛马次斩杀,足以见该赛季雷霆之实力。 而且,从西决前四场比赛情况看,雷霆队不愧为冠军级别的队伍,有时是未免冠军,其实力不可小觑。 不过就对手级别而言,和雷霆不在一个当次,淘汰火箭,开拓者,基本没太大阻碍。 2016年季后赛中,杜兰特场均数据位,28.4分71篮板,3.3助攻,一场段一盖帽,投篮命中率为43%,三分命中率为28.2%,微收场均数据位,26分11助攻6.9篮板,2.6场段,投篮命中率为40.5%,三分命中率为32.4%, 伊巴卡场均数据为12分6.4篮板,1.3盖帽,投篮命中率为52.1%,三分命中率为44.9%,勇士方面,库里场均数据为25.1分,5.5篮板,5.2助攻,1.4强段,投篮命中率为43.8%,三分命中率为40.4%, 汤神场均数据为24.3分3.7篮板,2点分助攻,1.1场段,投篮命中率为44.4%,三分球命中率为42.4%,追梦格林场均数据,为15.4分9.9篮板6助攻,1.6场段,1.8盖帽,投篮命中率为43.1%,三分球命中率为36.5%, 从雷霆毛罩和勇士水花的数据对比看出,前者要比后者要强上一个等级,得分,篮板和助攻,杜兰特和威少无疑不是库里,汤神可比,不过在三分,命中率方面,水花还是更胜一筹,而勇士之所以能逆转,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救命三分,没有汤神一记又一记的神奇三分,杜兰特和威少也不会含恨而终, 所以,对比来看,若杜兰特不加盟勇士,雷霆将很有可能在新赛季完成复仇,击败库里和汤普森